红武鞋 嘉伦是个孤儿,一个好心的老奶奶收养了她。 有一天,嘉伦在鞋店里看中了一双漂亮的红武鞋,就求老奶奶买给她。 老奶奶满足了她的愿望,嘉伦很高兴,每天都穿着这双红武鞋,舍不得脱下来。 这天,该去教堂了,小嘉伦依然穿着鲜红的红武鞋去做礼拜。 大家一起唱歌赞颂上帝,小嘉伦却一句也没有唱,因为她只顾着欣赏自己漂亮的红武鞋了。 回到家,老奶奶非常生气,她对小嘉伦说,孩子,去教堂是不能穿红鞋的。 又一个礼拜天,教堂里举行的圣餐会,小嘉伦又穿着红武鞋去了。 在教堂里,小嘉伦一心只想着红武鞋,没有向上帝祈祷。 当小嘉伦走出教堂时,遇见了一位大胡子老兵,他说道, 哇哦,多么漂亮的红武鞋呀。 小嘉伦听到赞门,忍不住就跳了起来,不料,他的一双脚跳起舞来就停不下来了。 竟然一脚踢到了好心的老奶奶身上,后来还是大家帮他把鞋脱下来,他才停住的。 一到家,老奶奶就病倒了。 小嘉伦却穿着红武鞋参加舞会去了,他不停地跳,不停地跳,一直跳到黑森林里。 在这儿,他又看到了那位大胡子的老兵,老兵仍旧夸道, 哦,多么漂亮的红武鞋呀。 小嘉伦感到非常地害怕,他想把鞋脱下来,可鞋和脚已经长到一起了。 他看见了天使,并恳求天使饶恕自己,可是天使没有原谅他。 红武鞋带着小姑娘不停地跳,不停地跳,永远也停不了了。 就连老奶奶去世,他都没能回去看一眼。 大家都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孩子。 最后,嘉伦求柜子手砍掉了自己的双脚,他终于停下来了。 小嘉伦决定既办完奶奶就去教堂忏悔,他相信老奶奶和天使都会原谅他的。